自有人類文明存在 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 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大家朋友 很歡迎來到極度深寒的晚上 今晚有些訊號問題 所以遲了一點才開始 剛好你今天又遲了下課 不知道是否你遲了下課 走回來 不 電波感應到我 是啊 真的是這樣 要等我 不過你也沒有遲到的 但不知為何 你就是現在的訊號有問題 不知為何 今天去哪裡 你穿得這麼漂亮 冬天當然要有些秋冬的感覺 冬天穿背心 但我穿著有帽子的衣服 背心的衣服 多謝我的網友 他經常送了一些牛仔衣服給我的 之前有一件深色的牛仔衣服 她說我經常穿 她說給你多一件 不要經常穿那件 我現在又有多一件衣服 很適合 還可以的 她會選擇的 多謝網友羅羅 你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叫做 緣份兩面看 英文叫做 Sliding Doors 多久以前 1998年是桂利芙曉花做的 一個女生被人炒了魷魚 她做了一些PR公司 炒了魷魚之後很失落地走去地鐵站 乘搭地鐵走 剛剛她去到門的時候 門正正在關上 故事分開上一部分和下一部分 是平行時空 一部分就說她能夠趕進地鐵對門 一部分就說她能夠趕進地鐵對門 就是在外面 於是她就產生了兩個人生不同的命運 很想知道 後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你要看 那部電影叫做緣份兩面看 很出名的電影 即是桂利芙做的 我以前很喜歡看他的電影 有沒有一些恐怖元素 沒有恐怖元素 是一些劇情片 愛情的 也不是的 說一些命運裏面的玄妙之處 我覺得人其實 有些時候很 你不要以為一些大事 會令到你人生裏面有改變 其實很多時候 令到你人生裏面有改變的事 其實是一些很小的事 我很認同這件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你以為你考不到會考 入不入了公司 對你人生影響命徒好 但其實可能不是 其實可能是雞毛蒜皮 你有沒有認識到那個朋友 或者你有沒有接觸到那個人 可以令到你的命運 產生一個很截然不同的變化 我最需要提供到我們的認識 為什麼我會認識到你 就是我先認識Pensy 那時其實是因為我跟Pensy提過 那時我好像沒什麼工作 大概三年前 是做舞台劇之前 有一次跟他吃飯 就說我好像沒什麼工作 如果你有 你可不可以介紹給我 你講開 我有時在想 我有時在想 我覺得長期沒有工作的人 但我有些時候 沒有給別人工作 但當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不是人拿工作 沒有人給我工作 那不是的 不是的 我都是長期失業的人 說真的 你都算失業嗎 我長期失業 那很多人都失業 說認真 真的 一個星期做幾晚的節目 都算是失業 那不是正當職業 是一個好玩的工作 你說是不是正當職業 你跟別人說 沒有人會認同 你看看多少聽眾 晚上不聽你的聲音 罰不到教 你跟別人說 大部分人都不認同 是一個正當職業 說真的 現在越來越多 你KOL都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很簡單 你去銀行借錢 買到銀行不借給你的 是 是嗎 你田運職業 你去銀行借錢 銀行不借給你的 那不是銀行老套 已經不是正當職業 已經不是一個正當職業 好了 今晚那宗案件 為何我剛才帶出了一套 緣份兩面看這套電影 其實今晚說的這個案件 是上水彩原村的紫盒藏屍案 裡面的命運 我覺得跟這套電影 有少少相似的地方 特別在我今天下午說 今晚會說這件案件之後 有些認識案件的人 就跟我說了 日後那幫人 即是那幫事主 或者裡面認識事主的人 他們之後人生的變化 我聽完之後 更加有一個感感 在裡面 有些朋友說 拍攝也沒有用 你叫他們去Facebook看 今晚的案件發生在1999年4月10日 就是在上水的彩原村 你有沒有經常去上水呢 上水真的比較少 因為現在去到很多人 1999年的時候 其實上水沒有現在那麼多人 1999年的時候還沒有到處去約房 不是很多水貨客 沒有的 即是沒有那麼多人集結 其實晚上的時候 也挺清幽和清淨的一個屋邨 特別是在上水彩原村 以前我經常都去那裡 近地鐵站 簡直是在火車站的旁邊 今晚也是講一個女士的悲慘的經歷 我們先看一看圖片 先講下去 話說在1999年4月10日 在彩原村 有一個彩湖樓 大約是第二座的八樓的時候 對開後樓梯 如果你住了公屋 都知道 公屋裡面通常是長方形的 有三條樓梯 在左手邊、中間和右手邊 都有一個樓梯 讓住客走下來 在10時20分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姓劉的清潔女工 她大約是50歲的 她在樓梯準備 逐層逐層去收垃圾 去清潔、掃地的時候 突然之間她看到在八樓 即827對開外面的一個後樓梯裡面 她看到有一個大約是三尺 乘以兩尺再乘以三尺的一個大紙皮箱 這是比較罕見一點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會在走廊裡面 棄置一個這麼大型的紙皮箱 而且那個紙皮箱 上面是鋪著一些報紙 和很多垃圾 通常收垃圾 或者清潔的人看到 她都會看看是甚麼 通常都會發出兩句聲音 就說搞定 放這麼大的東西在那裡 又要我搬 但有時候可能裝一下 有沒有適用的東西 或者也會看看 看看有沒有有用的東西可以去清潔 當時她很好奇心 撥開一些報紙 和一些雜物 但一撥開的時候 我想她嚇到三魂見七魄 我想她一生人裡面 其中一件令她最害怕的事 為甚麼她看到 就是這個紙窗 今晚會有一些屍體的圖片 大家如果害怕的時候 待會我告訴你 或者你轉做聲音 也挺恐怖的 不過我已經把它處理了少少 就是將它打出陰影 她看到紙皮箱撥開的時候 她看到甚麼呢 就是看到有一個 身穿一個藍色碎花 吊帶背心 外面有一個褲子外套 穿著一條短褲 還有一個 穿著三寸鬆高鞋的 長頭髮的女生 屈膝在紙皮箱裡面 為甚麼她形容得那麼清楚呢 因為她一般的紙箱很小 她不夠裝著屍體 所以女生屈曲了兩隻腳 在紙皮箱裡面 你看看 那種情形 對她來說 是非常害怕的 而且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女師的上面 全被人用膠紙 封住口 封住鼻 你看到她的衣著都很整齊 兩隻手在胸部的前面 而她身邊的屍體旁邊 還有一個女裝的手袋 女工嚇到瘋了 尖叫 正常想都不想 立刻就去飆 三寸不見七八 飆到她的電梯 按鈕去管理署 打算叫她報警 因為剛巧她沒有手提電話 但她去到電梯的時候 遇到一個住客 叫陳 那位住客 就問她 什麼事 這麼怕青 臉都青 她說 糟了 後樓梯 有個紙皮箱裡面 這個男人一聽的時候 就借了一個手提電話給她 就是報警 這個女工 她一嚇到 她什麼都不想 她立刻說 我不會做 我立刻辭工 她說 這麼多人害怕 做了垃圾 看到有個女師 她立刻說 自己的事就是要辭工 警方很快就已經來到現場 發現來到的時候 那位女師已經死了 而且身上也出現了一些屍斑 這件事發生在八樓 彩湖樓 於是警方封了整座大廈 特別是八樓 不准人出入 而樓下大堂那裡 有什麼人經過 都要馬上登記 因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女生 再看一看 警方就拿了一個屍體出來看 看看她究竟怎麼死 你見到她的頭 已經被人摘回臉 全部是 臨敬 臨 是 在零光 你 臨